你也單身了一段日子 對 也不止一段 也很長 好像常常利用星期一的時間攻擊她 我們只是沉醉一個事實 你也是單身了一段日子 是一個事實 我也不能說不是 她也說自己不太恨拍拖 但這些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我想問到現在 你的親戚朋友爸爸媽媽 有沒有曾經跟你介紹女生 給你壓力 她們沒有介紹的 但會問的 包括最近我一個在越南回來的親戚 她都問有沒有拍拖 她不是問我 問我媽媽 通常很少見到我 直接問我媽媽 兒子有沒有拍拖 女兒有沒有拍拖 然後有時候出去吃飯 有些親戚都會問 媽媽出去吃早餐時 認識的街坊又會問她 你兒子拍拖了沒有 這麼多人關心 不知道為什麼 你的頭很出名 她很喜歡問一下 你兒子的狀況 你兒子真的有很多女人 不是啦 要是問你出來做事未 第二就是問你拍拖未 那是 這次在家沒什麼話題 就算你見到舊同學的 父母也會問你拍拖未 甚麼呀 見到舊同學也是 是呀 都是會問這些 通常我媽媽說 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你回答真話 沒有 她覺得回答得很煩 不如試試一個新的答法 就是你是不是有女生介紹 你和你媽媽提出 對 我媽媽說如果下次有人問 你就問她 那你是不是有女生介紹 她們真的有故 但你小心點 你到時是不是真的附會 好像你這樣說出事 我媽媽前幾天跟我說 真的不是說笑 因為我有朋友試過 不要緊的 如果真的介紹就算 她媽媽馬上介紹給她 前幾天我媽媽跟我說 她說 之前你不是叫我 跟伯母說有沒有女生介紹的 前幾天吃早餐 就這樣跟伯母說 然後伯母說 是呀 我有個女兒 剛剛大學讀完碩士畢業 現在還沒拍拖 真的想介紹給你的兒子 聽起來好像很好處 有沒有照片 沒有呀 還沒拿 還沒拿 還沒拿到 我剛剛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這樣 現在立即WhatsApp你 我們一起問她 我問問她有沒有 我怕她拿完 別人以為有興趣 又可以看看 你在別人的眼中 我經常覺得 你介紹一個女生給別人的兒子 也好 或者朋友也好 你當然會覺得她們搭配 或者有機會才會 雖然是很不負 你覺得最搭配的是什麼 她們都是單身的 真的搭配到 通常都是這個點 我真的想看看 好夾的 我想看別人眼中的搭配 是那些什麼女生 喔 我看看問不問我媽媽拿過的照片 我跟我媽媽說 沒什麼所謂 如果真的要約她 就吃個飯 就當是認識個朋友 很奇怪 兩個人 我有朋友以前都覺得很奇怪 但她後來接受了 她接受了還是放棄了 她接受了 她接受了 即是認識個朋友 就算了 她覺得又沒有吃虧 因為她覺得沒有吃虧 是她做人很大的宗旨 例如她以前試過 去買東西 經常會問人 有沒有折 有什麼優惠 可能我們二十多歲的年紀 就會覺得好像很尷尬 問這些東西 好像很太太 但接著她就說 問一下而已 又不用吃虧 她說什麼都要問一下 不用吃虧 只是問一下而已 這樣說 嘗 嘗 有時候問 真的被她問到 她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生活態度 生活風格 去到愛情上 後來她很抗拒 但後來她真的放下了 又是這個心態 沒有吃虧 認識個人 不適合就算了 她最厲害的一次是越洋 越洋 越洋 也不算是雙體 即是 越洋雙體 如果真的要用到這兩個字 不是 是她剛巧去外地旅行 但她去那個地方 我忘記了 好像是美國 她是有親戚在美國那裡住的 她媽媽知道她去美國旅行 會探望親戚 除了叫她帶一代二代 帶給親戚之外 就跟她說 有個朋友介紹 就是她打停 跟親戚打停 親戚又跟她打停 應該都是問類似的問題 你女兒有沒有拍拖 等等 她說了沒有之後 那邊的親戚就說 距離那裡認識的一個男生 都是單身的 哇 就說要介紹 真是很罕見 男生單身 就是華人 你們的單身真的很合襯 我們有些朋友真的馬上問她有沒有餐館 很古老的 最後她真的飛去美國旅行兼探春式的時候 她真的有跟這個男生見面吃過一頓飯 我又問她 可以嗎 她說 不太能聊天 但她是一個好人 這樣說 她不是正正常常一個大大隻隻陽光男生 她說不太適合聊天 我聽過最厲害的就是月陽相體 OK 因為真的 差不多了 我身邊已經開始陸陸續做到朋友 發生這些情況 他們通常普遍的跡象 本身是自己比較忙碌 工作上面 所以都單身了一段日子 過往不是沒有拍拖 不過沒有試過帶另一半回家 給家人看看 好像Speed Bay的公司 然後就開始有些應付不了 就是媽媽就會無緣無故安排 旁邊太太的兒子 一起喝茶 吃飯 之類 他們真的覺得很困擾 媽媽連我自己的朋友都沒有時間應酬 對 因為我試過有朋友跟媽媽說 媽媽其實這些我自己可以搞的 那你搞了就是 你搞了就不用我幫你了 你搞得好就不是單身了 一定是這樣說的 你搞了這麼多年 都只是一個咳 即是你搞不定了 要準備扶子日子給媽媽聽 即是搞不定了 那媽媽出場幫你了 但最慘的是 你明明一坐下已經 有時候照片都沒見過 即是你臨時 怎會啊 照片都不見了 有朋友真的試過 譬如也是媽媽 跟不知哪位是太太太 又是兒子 然後是沒有照片 是故意的 講個順字 是故意的 你不會試過的 後來出來 以後都沒有朋友做 沒有一起吃早餐 沒有一起打麻將 你試過有些很尷尬 而且你說 如果你兩個人自己 約出來 那就是一件事 但不是啊 有第三者在場 就是她媽媽和太太 都在那裡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但他們覺得自己很有用 覺得自己在緩和氣氛 和帶動話題 然後說了一些很尷尬 那女兒以前學琴的 喂 十幾二十年前 你沒有拿出來說 對 但通常這樣 但那兩個人會朋友做 可能沒有 沒有啊 她說試過最差的經歷 就是喝茶 很喜歡喝茶 是的 因為可以坐得久 原本已經沒有什麼 她看到對方 你感覺到對方 又不是自己 她也覺得對方 根本就不吸引 很簡單 很實際 然後兩個太太在那裡聊得很開心 就是 咦 你們好像很頭契 不如你們出去喝杯咖啡 明明是你兩個太太頭契 你又冤枉我頭契 我知道 然後她們兩個就說 好啊 然後走了 然後就拜拜 但她說 之後黃昏還有局 四個人而已 還有媽媽 還有爸爸和叔叔 好啊 所以你迫著一定要 那她本身安排得太差 當然是說自己晚上沒有空 那她就強行去喝酒 那兩個就好啊 當然不是說自己晚上沒有空 如果不對 又可以避免 又要再出現 這樣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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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對 又可以自己和女生走過去 媽媽問你那裡有空 留給我 然後不說你會做什麼 當然是這樣 然後兩個就想著 隨便出去喝酒 但她說對方根本是自己對手機玩 但她不想你 對方也對自己沒有興趣 根本就是打字 但她覺得無謂怨對 然後她說 今晚6時 最後見 爽快 爽快 無謂拖拉拉 但她說 直到有一天你媽媽成功了 否則你媽媽也會不斷和你安排 這些無謂的約會 她覺得很恐怖 以前我覺得單身是高興的 但現在因為媽媽差不多隔兩個星期 就不知道在哪裡找這麼多兒子回來給她 哈哈 然後她覺得單身是一種困擾 我說不是 其實是你媽媽的困擾 我覺得是 對 其實問題是出於媽媽 因為媽媽不是說她不對 總之媽媽對子女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些期望 你小時候就希望你讀好書 到上下就希望你回考DSE 希望你快點 希望你考到大學 到你出來工作 希望你找一份好工 到你找到好工 她就希望你可以找到一個伴侶 到你海立不是單身 她就希望你快點結婚 總之每一個階段都會給你一個目標 你跟自己 你要達成 如果達成不到 她就很希望可以鼓勵到你 可以鞭策到你 是啊 所以這個困擾不只是單身 不過單身就麻煩了 要做約會那件事 而且你要推媽媽那些很煩 因為我曾經 我有一位大學同學 因為她也是被媽媽不斷介紹男生 她又叫我可不可以做假的男朋友去見她家 怎樣啊 TVB 最後沒有這樣做 她問我可不可以 看得太多劇集 但有時候我有朋友聽過類似的故事 不是吧 這麼老頭 因為她只要 因為她只要 只要有一個男女帶著出現 媽媽覺得你在拍拖 她就會停止介紹這個部分 但媽媽一定會叫你叫她上來吃飯 對 她就是問我可不可以去 我聽到這個當然害怕 不止一次 因為我這個大學同學 她從東莞下來 然後她在家就在東莞 她說她家人 要去到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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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過她家玩過一次 這樣就要收錢了 對 起碼是充滿時間 對 要出境啊 大哥 不是只要去香港 不是 這件事 即是過海都要想想 現在還要去東莞 真的不行 真的要收 是不是先包交通 你只是順便做多幾個男朋友 可以 哈哈哈哈 這個時間費太高 我那時純粹覺得很容易穿煲 而且還沒試過 那時自己好像拍拖 等一下人家的爸爸鎖 你在東莞 我自己拍拖 都沒見過我真女朋友的爸爸媽媽 現在扮別人的男朋友 他接人家的爸爸媽媽 接受不了 後來我沒有的 我說服他 但那件事就是 因為他家裡都是做生意的 他爸爸媽媽很自然會找回 所謂門當戶對的男生 即他家裡都是做生意 對 男的兒子出來也是單身 他真的有試過吃過飯 他說見過幾個 但他說真的不行 他見親那些都 因為覺得比較幼稚 他自己不適合 對方給他感覺不夠成熟 他不喜歡 而且媽媽找給他 他也覺得應該差不多 你跟他說 媽媽我喜歡成熟 要不要uncle介紹給我 但我18年 你不要那些uncle的兒子 我要那些uncle 媽媽也是找那些uncle 哪些離婚的 擔心你uncle 氣死你媽媽為止 然後我問他 你有沒有跟你的媽媽說 他就說沒有 但總之每一次他都說不對 他要快點說 因為他媽媽快就會跟他說 為了家裡 女兒你嫁 家裡現在欠了很多錢 生意上合作是有關的 是有這些元素 但他有沒有直接跟媽媽說 其實不想 他只是說這個不對 媽媽接收信息 我不對 我幫你找一個 還有一個對的 所以他就說 接受不了 就想我假裝 但為什麼我女生 這麼多人不選 叫你做她 因為是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不是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 反而不想直指 嘗一下你的反應 不會 真的不會 還有社交媒體拍了很多照片 會看到我 所以這樣都會容易令對方信服 這個男生有機會是他的男朋友 但那時候我就說 不如你直接跟你媽媽說 你說你不想拍拖 否則你這樣搞下去都不是辦法 我每次都會跟你回去 見你媽媽 咦 又去哪兒子 都是那一句 然後你媽媽開始害怕 兒子不要去那麼多傷身 我自己女朋友的父母都沒見 就見你父母都不是太好的 雖然我女朋友認識你 而且你媽媽真的會很擔心 對 山長水遠回到去 所以那次就沒有做到 那他真的跟他媽媽說 現在就自己找男朋友OK 原來現在這麼old school 現在還流行這些 假裝這個介紹 都已經是old school 唯有用old school的方法 對付old school的東西 我們今天是不是就是 說這些old school的東西 對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聽眾的調查 我們想看看十個聽眾裡面 有幾個曾經都有些 爸爸媽媽媽親戚朋友介紹 你去雙體 異性給你認識 或者直接說雙體 現在應該不太用這個字 介紹一個朋友 但總之你內裡知道他想做什麼 對 因為有些朋友也會做 但朋友可能比較容易 朋友有時候也會 例如假設我見 波成單身了這麼久 有 我就喜歡做雞仔媒忍出來 朋友反而容易接受一點 容易接受一點 即是同輩 而且可以推 長輩很難推 而且真的玩 但你長輩太正確 總是不相信長輩的味道 對 對 尤其是 跟他說幫你買衣服一樣 不用了 OK 如果他是獨子獨女 應該壓力會更加強 會 又或者他有兄弟姊妹 但他的兄弟姊妹已經嫁了 娶了 那他的壓力也會大 但我有一個朋友是相反的 他那時候未有拖拍 他爸爸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他是家裡的小女 他對上已經有兩個姐姐 還是三個姐姐 全部都嫁了 他爸爸反而很不想他拍拖 因為他很想留著小女 在自己身邊 不想他這麼快就嫁了 所以反而完全沒有給他壓力 他爸爸媽媽 所以如果你家裡的兄弟姊妹 已經結婚了就會比較好 對 他們介紹給你的衝勁也會比較少 你妹妹是拍拖嗎 我妹妹正在拍拖 所以不需要 主要是在你身上 主要是在我身上 我媽媽就任由我 但他跟那些姊妹柴魚飯後 其他人的壓力 那些姊妹都有聽節目 有時候就會說 你兒子在節目上說單身 你現在快點呼籲姊妹妹 要不要介紹給我 波性姊妹妹 你聽住 不是有錢 不是身材漂亮 不是漂亮的 千萬不要介紹給我 波性 記住 不是你們覺得她漂亮 是要我覺得漂亮 你要讓我看看 快點看她的instagram 去追蹤什麼女人 還有最好已經有一層樓握手 優先 這樣也好 你剛才的姊妹懂得做這件事 現在知道了 不要再騷擾她 有照片看嗎 沒有 沒有說怎樣發訊 待會播歌才發 好啊 我想看看她的介紹 誰給你 好啊 還有選了什麼照片 今天我們看看我們十個聽眾裡面 有多少成的聽眾 曾經家人或親朋戚友 有介紹過異性給你認識 希望處合到你們的呢 成不成功都不要緊 可以打來告訴我們一聲 是還是否 最好就把你的經驗告訴我們 今天正在做一個聽眾的調查 十個聽眾裡面 起碼十個 有多少成是你身邊的親朋戚友 曾經要介紹女生或男生 讓你認識 想處合你們的姻緣呢 對 不論你有沒有 最後成功 或者是否成功都可以打電話 你一八七二三八八 聽聽第一個 好啊 喂 喂 阿強 你好 阿強你是 是不是虎主 虎主 兩次經驗 不過現在我都 不是經過相體 曾經相體 都有點經歷 是 那時候是誰介紹的 其實是我爸爸 推我出去 因為他那時候都八十幾歲 是 他又很想 你成家立室 成家立室 但他很隱悔 他說 阿仔 每個星期 我星期日都會和他喝茶 突然有一天說 阿仔 今天穿漂亮一點 那穿漂亮一點 就穿好一點 你沒有問為什麼 沒有 他爸爸 叫他穿漂亮一點 就穿漂亮一點 你穿漂亮一點 有多漂亮 就是穿西裝 他 也不用穿西裝 衣服 就是 撿正一點 就是不會街坊裝下去 梳下頭 OK 誰知道 突然間 突然間 為何 那個圍桌 那麼多人 還是個個都 好像 那個親戚 這個是朋友 那些 平日你禮拜日喝茶 只有你和你爸爸 是呀 但那時候 突然間 多了那麼多人 其實那次是 那次 圍桌 一圍桌 十二個 十二個人 互相 互相見 但是有親戚 有識的朋友 有識的朋友 這些都是長輩 全部都是長輩 是 不過很少見他們 是 但都帶著一個女兒在 是不是 你說各自 那個所謂的女孩子 原來是我爸爸 就找 托人家 去找 一個 女孩子 介紹給我認識 那時候 那些親戚跟我爸爸說 那個是二十五歲 那時候是三十六歲 是 二十五歲 那就對的了 然後 他們見面了 連我 爸爸都沒見過 那這個女孩子 不是你的親戚的朋友 是我的親戚 朋友的女兒 朋友的女兒 好 那就是 那麼多親戚 一起介紹一個女孩子 他們是來看 就是來吃花生 是嗎 但是我後期才知道 我爸爸 一看一看 哎呀 他那個可以多做你媽媽 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 不是那個樣子 那個年紀 年紀 肯定是比我 但是我二十五歲 那個是虛報你老婆 我這樣誠意 哈哈 哈哈 那個樣子 哈哈 哈哈 你老爸不會拉你走啊 兒子我錯了 不是啊 你爸爸說 等我自己來 你這次為由 哈哈 年年二十五歲 哈哈 哈哈 二十五歲成二 好了 那也沒關係 坐在這裡 那也沒關係 哈哈 你都幾大方 那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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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伯母喝茶 伯母喝茶 誰喝茶 誰喝茶 那喝完茶回去 接著電話來了 啊 劍啊 劍哥 那個五十歲那個 劍哥 什麼時候出來 去去逛街啊 哈哈 他很主導啊 唉 那我爸爸 當時我問我爸爸 喂 為什麼你不早響啊 早響的話 我有準備 他說 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哈哈 他說 他也打了個打 他有沒有覺得害你啊 兒子 我害了你啊 那好了 那這件事 當然是無制而終的 是 那就說了第二件事了 同事介紹了 就不是親戚介紹了 是 同事介紹 一間 很高檔的 是 介不介意 我再說 名字就不介紹 不要說牌子 介紹那些公司 是 很高 全世界十分一指差不多 的公司 公司 公司 即是高助 你在那裏做 即那個女生在那裏做 我在那裏做 OK 但就不是直接在那間公司做 OK 間接的同事說 有個同事跟我說 咦 阿強 外面有個女生 這個真的很散鏡 但是 她說還是你真心覺得 我 我 工作的時候接觸過 即是 記得她 有一個 美女 有一個 文書 但是 接著介紹人跟我說 她 彈八級鋼琴的 你很喜歡聽鋼琴的 我 我 我不是那個女生 對 糟糕 彈八級鋼琴 如果我跟她結婚之後 她每天每天彈鋼琴 我去判槍 我可不可以死 你這個原因又挺有趣的 你家裡不買一部琴就行了 不是 我五音都不齊 但是 沒有人叫你半唱 她自彈自唱 沒有人叫你半唱 幹嘛 都沒有說彈給你聽 你彈了貝多芬 要你唱嗎 或者人家自己在練 人家自己在興趣自己彈 你不一定要加入 還有她是不知道什麼畢業 我中五畢業而已 她那些高高高高的 高學歷 但是這整件事是什麼 你有個同事想撮合你們 想介紹你們 吃飯認識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她跟我說 那個女生主動見到我 可能我見到我做事 這個年輕人這麼勤力 大家都差不多年紀 她這麼勤力 她就找一個同事 問起關於你 約我出去喝茶 那你還有沒有去呢 沒有啊 我一聽到同事說 她是八急抗琴的 打脫筒 就怕要唱歌 要走 你有沒有專業自認證 或者專業資格 可能其實你也很厲害 水電那些 但是這些 凡是高學歷的女生 永遠找不到男朋友 因為她可能眼睛過 你自己又不要人家 我覺得你這樣說不公平 你說她眼角高 她自己主動走過來 說要認識你 你試試嘛 你又說 而且問題是 你只是道聽逃雪 知道她有八級鋼 和高學歷 可能她不是演奏級 但是 你從來沒有跟她 認真聊過一次 坐下來吃過一頓飯 吃飯 吃虧了 你怎麼覺得人家眼角高呢 一件事很簡單 都不是叫眼不眼角高 即是她的程度和我的程度相差這麼遠 你覺得而已 可能她喜歡真愛的東西 但是好在好在後期 我都退了去 不好意思 或者什麼 遲些先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 自己真正正喜歡的老婆 OK OK 你找到的 生孩子 有對子女已經 九歲十歲了 你是不是想鼓勵 波聖龍大家 即是有一件事 不會遲的 男生 就永遠不會被女人騎著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很不開心啊 你很不開心啊 我們的方向 就永遠是找一些 低我少少的level 你那些大男人 你那些不是就是 而且大家的齒輪 左邊啞和右邊啞 會這樣合起來 大啞和小啞 你喜歡啦 你開心就行了 現在有沒有給子女兒學琴 有沒有啊 有啊 我的子女兒在學琴 那你有沒有女兒啊 你女兒 有 女兒學鋼琴 那女兒會不會想著 讀大學啊 那女兒 我害怕啊 她一會兒又讀大學 又會彈鋼琴 那樣 將來很難找到男生 你用什麼半槍啊 對 你有沒有半槍啊 我到時呢 中國人有個傳統的笑話 是嗎 女子 無才 方 是德 那你還沒有學家 對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不是說 很多朋友啊 很多同學 我以前小學同學 那些 讀到很高 真的找不到老公 但是呢 我想說 女子無才便士德 這句話 其實不是這樣解讀的 因為我也曾經誤會過 原來 其中一個解讀的緣起 就是 不是說以前的女人要不認識 就代表正了 是說 那個女子 就算多聰明 懂得多少才能 都好 她在夫家面前 她不會炫耀自己的才能 那就叫女子無才便士德 但其實她不是不懂事 只不過她很懂得 適當的場合 還有你想想 一個真正有才的人 其實她是不會埋弄自己的才藝 其實這件事是適用於所有人 所以不是說那個女子聰明 就代表她 不是 那個女子不懂事 就代表她便士德 你知道嗎 你不可以這樣 你女兒 你女兒不可以的 她一定要 好了 我們今天男女文化大雷台 就已經告一段落後 我想聽一點 她的女兒可以很聰明 不要覺得她的女兒聰明 就代表找不到男人才行 好了 拜拜 幸福快樂 你好了 拜拜 好 拜拜 我想聽 為什麼我懂得這句話 是因為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 就是在說這件事 我是覺得跟現在的人很相似 我們都是覺得女人要蠢蠢才好 就是會覺得聰明的女人 其實是在男人面前裝蠢 可能女人也想男人蠢也好 我可以把她的錢押了 其實大家都在交氣 我玩弄她於鼓掌之中 看看這個 喂 喂 怎樣了 喂 我好像跟陳丹丹聊天一樣 喂 怎樣了 李奇 不是 我爸爸抓了我出去相看 你先怎樣稱呼 你可以叫樹喜或者魯菲也可以 什麼樹喜 是樹喜 這麼誇張的 那些電影名字姓吳 然後那些 不樹喜 好像那套不知道什麼電影的角色 但是樹喜是一個動詞 樹喜 你相看是不是這樣介紹自己 我不排 我是樹喜多多次的 我都喜歡樹喜的 很正經的 我覺得 我記得阿當這樣說 我介紹自己的 我叫阿當 好 樹喜 樹喜怎樣 爸爸怎樣 怎樣 怎樣介紹女生給你認識 好像怎樣 就是之前那個先生那隻 很漂亮 就是多個撿蠔頭出去 所以出去見他 爸爸有沒有怎樣跟你暗示 你已經說了 說介紹女生給你認識 對 我爸爸說要我 要我認識女生 對 對 他見我 家裡只有四隻貓 他擔心我 怕我見不到婚 那些 其實你有沒有擔心過自己 不用擔心 沒有擔心過 因為你知道女生很喜歡貓 你有四隻貓 哈哈 他們不喜歡我 都喜歡那些貓 我會喜歡不到女生 對啊 我的四隻貓 我帶四隻貓出去 真的 我也不敢想 哈哈 你要知道 對方好才對你好 對啊 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不想有女朋友 只是當時你不擔心找 總會找到 還未想的 對 我擔心我 那次相關的經歷是怎樣 那次出去是怎樣 我們去出船灣酒樓喝茶 二對二 然後 那兩旦自己故自己 那我跟妥子在同時 沈溫沈溫 哈哈 為什麼說什麼 所以你不想像你一起說 是不是以前有一個 從結界故自貓 我的天啊 但不小心 為什麼說 那個 你的意思是說兩老 就自己聊天 對 然後我跟那女生沈溫了一分鐘之後 我發現不對 然後就自動出擊 先聊她 先說話 但你第一眼看女生覺得順不順眼 先合不合眼緣 我這也是岸茂協會會長 現在先看樣子 那我可以嗎 我可以去吧 岸茂協會會長 比分偏低 我可以去吧 那你聊她聊天 然後呢 我介紹自己 問她做什麼職業 那她做什麼 我記得她做網上 銷售那些發送品 那她沒有銷售你 你買了一袋 我沒回答我爸爸有 那你有沒有買 你老爸呢 我老爸沒有買 他跟他媽聊天 才理這些東西 有沒有下文 那怎樣發展下去 聊到差不多熟透之後 那兩個人推我們去街街 真的嗎 那你們怎樣 不是馬上回家嗎 我們到樓下 我已經可以 十足把握拖她的手 蛤 你又說外貿協會 又說人家不OK 你又拖她的手 OK 我說不不OK OK 很普通通的 那你就馬上拖她的手 是呀 過馬路 這是機會 飛雲 機會的飛雲 就能拖她 那她又沒有避 她沒有回避我 然後你就拖著逛街街 你們 是呀 那然後呢 是不是幸福快樂 這樣收下去 當然沒有 然後在某一次 她來家探訪我 然後 好像家房 不是呀 好像她入獄那樣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 第一個任務就是 發現她的手臂 哇 都生髮危機的喪屍 我多害怕 我不明白 她的手臂真的怎樣 你以為她的肌肉不好 她來我家 然後你穿衣服走 然後 我摸摸她的手臂 哇 生髮危機的那隻 即是甚麼 即是很肥美 不是呀 那些喪屍 她以為她的皮膚有事 哇 你這麼口臭的 你看 很壞的 我看她是很好的 立即打退堂鼓 現在沒有打退堂鼓 這是任務一 任務二 開始 然後我 等著下去 你是不是也想到 人身攻擊她 就是這個方向 沒有攻擊 我已經引了第一部電影 第二部電影 然後 喂 我們在第一個任務 可以停止你 差不多 但是她知道了 我們不明白 總之之後就不成功了 最後你有沒有 封道地令她可以好下台 然後就打到後退堂 你沒有 我現在不發聲 然後打給我爸爸投訴 這件事要 拖個對版 然後呢 你自己拖別人 你自己拖別人 你自己不檢查清楚 現在自己說別人欺騙你 沒有 那她見面試穿衣服 怎麼看都這麼多 看不到這麼多東西 那你不要拖別人 那她OK 那就拖一下 對不對 你自己拿來 那你是不是又跟別人說 說不配合 這樣那樣 這樣分手 沒有分手 平臉 站到滿大今天分手 會拖不拖 對 這些應該也是 對 不過你誠實的 你坦誠自己是外貿血會 沒有什麼 不可以說話 想我們停了你 對 好吧 OK了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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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不是都是男士打來 有一個女士 好 我們有沒有時間接上 接上女士 五分鐘 兩個暫時都是被爸爸媽媽抓出去 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但原來有些人都其實不太OK 對 又拖又性 只不過最後不適合她的心意 其實她不抗拒 想看這個工作 看看這個 喂 嗨 你好 你好 你怎麼稱呼 阿慈 阿慈 你的經歷又怎樣 經歷 經歷是幾年 全部都是媽媽的朋友 我同學 是 反而親戚就不會 是 是 是 斷斷續續 主要都是 希望 打算一件就拍 一件就OK 你希望 還是他們希望 當然他們希望 哦 希望 看到照片就當成已經完成了 哦 OK 那你一直都 有沒有心理關口 出不出席這些所謂的飯局 我很尊重我家 基本上她說要去 我就一定去 但是你心底想不想 好像執靈 我是抱著好奇的心態去見 即是沒什麼所謂的 見一下 是呀 很有趣的 因為你經常說 會有樓 哈哈 真的有樓 有沒有一些條件 真的很好 有的 直接帶你去看樓 蛤 帶你去看樓 即是她住那裡 那天喝完茶 一陣子 然後就粗粗多多去看樓 就是她買了的 只是想著買 買了的 買了的 你將會總會在那裡住 哦 但是她的人本身呢 是啊 人很花筆 哦 OK 但是她又肯 她很花筆 但是她又肯來雙體 這麼有趣 又是跟我一個心態一樣 好奇 好奇 哦 哦 不過 其實這麼多次都沒有一個 好奇 因為 然後有一次就 幾年之後 終於有一個 她終於看不到我了 她的朋友 我媽的同學 其實她自己來 蛤 她的兒子 叫她的兒子來上 就是你媽媽的朋友 見你這麼多年來 都是吃白果 沒有一次配合到 就不如我兒子跟你 看看是否正確 就是你了 然後呢 就是直接一年 就跳過了 所有的過程 直去拍拖 那你們有沒有真的拍到 那你們真的拍到 那拍不到 那為什麼 為什麼她拍不到呢 很簡單 會不會 SMS 有家長知道的 你要聊那些什麼 吃那些什麼 走那些什麼 差不多 寫了報告 每一次都要 你還是她 我 我自己 她那邊我不知道 就是你要說 給你爸媽知道 你們去那邊做那些什麼 對啦 我後來知道她也有 是因為有一次 她的家長 就是她媽媽 就打來跟我媽媽說 說我沒有寫SMS給她 投訴 我告你 就是她安裝了軟件 檢查到你的東西 還是你要 我發電話去檢查 我要CC我媽媽的 那些 還是她問你做什麼 她不是 她是 剛剛那時候我正在換電話號碼 我正在換電話號碼 我有兩組號碼 我又告訴她 我又出過問題 那你又 你又肯這樣 跟你媽媽 報告 你們兩個發展的 進度 你覺得有必要嗎 因為我是獨女 哦 那我本身是一個很在我家人的頭 對啦 基本上我家裡一定是第一優先的 我可以工作 朋友排在後面 但是 為了家裡一定是優先的 哦 但是你又不覺得 你又不覺得委屈 是嗎 就是覺得很 應該要這樣做 我是委屈的 不過我不會 不出聲 我會照做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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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是後來有一次 為什麼後來散了 終於有一次 是為什麼會散了 很簡單的 原來是有一次 她約我去行山 啊 啊 然後就 我說沒有理由 一男一女兩個去行山 騙到的 嗯 哦 然後呢 然後呢 跳吧 快點 我們沒有時間了 然後她叫她家人 朋友也好 一起來 怎知道她叫不成 她就這樣怨了她家人 怨了她媽媽 說她因為她的關係 令到我贏了她 是 好了 太複雜了 所以去不成了 那你現在 你現在又沒有另一半了 沒有 沒有啦 選自己喜歡 自己選 不敢介紹 對 那就好 自己選自己喜歡 嗯 我覺得自己來 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 哇 原來我這麼多事例 很多不同的 而且每次都很精彩 今天我們做了聽眾的調查 十個打電話來的聽眾 有八個 哇 都試過 都是給家人 跟他們安排雙體活動 但結果如何 大家肯定聽到 好嗎 好嗎 好嗎